好 我們來看群眾現場的時間 烏戰爭今天來到第42天 更多新聞內容交給真榮 好 大家早安 群眾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關心俄烏交戰 現在烏克蘭是指控說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布查鎮這邊 涉嫌犯下屠殺平民的罪行 而現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 也表示說 看到這些來自布查鎮的照片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非常的不安心 而且強調國際法是禁止蓄意攻擊平民的 而現在有很多的募集民眾指控說 真的是有看到俄羅斯軍隊的冷血射殺 其實這布查鎮是位在基辅市中心 西北方的30公里處 俄羅斯軍隊是在2月27號的時候 占領布查鎮之後控制當地 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直到轟炸停止之後 烏克蘭軍隊才得以在3月31號的時候 宣告收復 之後當地就被發現說 怎麼會有大量身穿平民裝束的遺體 就這樣在街頭當中 而現在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也在聯合國的安理會上頭 來指控俄軍在布查鎮的屠殺平民的惡行 他更說這惡行 只是俄軍的冰山一角 因為他說這俄軍的行動 跟幾年前ISIS 根本就沒有什麼不一樣 還說細數這些俄軍的罪行 包括了還有性侵婦女 跟殺害全家等等 而他也要求聯合國要成立 特別的國際法庭 審查具有否決權的俄國 並且將俄國從聯合國的安理會當中除名 他呼籲聯合國要出面 維護和平 他甚至還批評說 包括了安理會在內的國際組織 至今都沒有實質作為 簡直形同虛舍 預 Argu法及其人 少爹 they were shot on the streets others were thrown into the wells so they died there in suffering they were killed in their apartment houses blowing up grenades civilians were crushed by tanks while sitting in their cars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just for their pleasure they cut off limbs cut their throat slash their throats women were raped and killed in front of their children 但现在对于乌克兰指控 俄军在布查阵屠杀 超过300位平民这样的事件 俄罗斯是坚决否认的 他宣称说这些遗体 都是俄军撤离之后才出现 不过现在根据这些 卫星影像专家指出说 有卫星照片是显示 俄军在控制布查阵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地就出现了许多的遗体 联合国5号也表示说 所有机箱都显示说 布查阵的平民是直接遭到锁定 且杀害的 但现在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指控说西方跟乌克兰 为布查阵是助长歇斯提底里 可能会破坏日后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 而现在更多西方国家有外交上的举措了 既昨天德法两国是宣布要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 丹麦意大利还有瑞典陆续跟进宣布将驱逐 共48位俄罗斯外交官 而葡萄牙斯洛维尼亚跟罗马尼亚 今天也宣布要驱逐共53位的俄罗斯外交官 两天下来总共会有200多位的俄罗斯外交官 遭到驱逐 而另外来看到的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立陶宛 拉托维亚跟爱沙尼亚也相继宣布 要关闭俄罗斯的领事馆 对于欧洲国家大规模的外交抵制 克里姆林公先回应了批评说 这是非常短视的行为 再来看到的是上海疫情 今天依旧持续相当严峻 今天公布了昨天单日新增的确诊病例 超过1万7千例 也再度破纪录 而当局也表示说 现在上海的疫情还在高位运行 情势是相当严峻 昨天的零到二十四点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三百一十一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六例 三月以来的这波疫情 上海已经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超过了七点三万例 目前上海疫情还在高位运行 形势极其严峻 专家也表示说上海全市将展开的是同步筛查 主动筛查要提早发现更多早期甚至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由于潜伏期的感染者会有不同程度的传播性 因此也预估说上海同步筛查之后 还会出现平台的高峰期 另外新前也传出说上海官方把父母跟幼儿分开隔离的做法 引发很多人的反弹 不过现在上海的方舱医院表示说会有通融的做法 并且已经开始亲子收治模式 让家长可以安心陪同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